请收看 维新世界九九法会 义公立人天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师兄 师姐 阿弥陀佛 十年一次 很难得的 经营到了第三次的九九法会 也就是鬼四年的九九法会 义公立人天的节目 我们现在邀请到了这一位师兄 我们先请师兄来自我介绍一下 师兄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是台中道场初级二十四班既移民 意思是说你刚到我们的中本路 中本没有多久 没有多久 大概多久的时间 如果正常来讲应该是快一年 可是我看你好像学修得很好 我常常在台中道场看到师兄 我总是非常的忙碌 很热心 那你都是在我们道场里面忙些什么 除了上课之外 我刚开始因为我本身做有自己的事业 我是做环保科技 我原本刚开始我都认为说 我就负责赚钱 我们就负责法师 不是那个财师 可是后来我做了一次 那个我们在八卦圣城的烟火的释放 那次非常震撼 我也做得非常好 那回去就有感应 就觉得不对啊 我们应该好好来体验说做法工 做志工那种乐趣 那种给人家感觉不一样的启示 所以我上次又来一次 今天因为九九法会很殊胜 我今天就事情忙碌 我就赶快上来了 对 不过刚刚师兄有提到 就是说你第一次做到的 就是我们南天门在一进大学那边放的烟火 你以前放过烟火吗 我非常怕炮 我小时候就是被那个大头炮炸伤过 所以我很怕炮 所以那天我去放的时候 我就是负责拿炮 我要放之前我要祈求老祖说给我勇气 不要我怕死 我很怕炮 结果很顺利 那天非常顺利 所以其实放烟火 是你自己说我愿意来放烟火 或者是说法师来指定 但是你从来没有放过这种烟火的时候 这么样的发心 你也感觉到非常的殊胜吗 对 我要讲今天 就今天早上 我觉得很奇怪 我儿子 我大儿子 他以前是一个 就是睡到自然醒的人 昨天因为我老爸 老了八十岁 在一个月前 就是我们是住透天 因为四楼比较宽敞 他有一个套房 结果他就是走到四楼的时候 不小心就踩空了 然后头就往下 就从四楼摔到三楼 我刚好在三楼 我吓死了 我真的吓呆了 下去的时候我就一直求 廣场老祖 因为那时候已经 已经真是呆掉了 我说不能有事 不能有事 绝对不能有事 结果我妈妈扶他坐起来 会讲话 我赶快送去急救 结果医师检验出来 他说你肯定是从四楼摔到三楼 我说对 而且是头着地 这样滚下来 我说对 因为他这边有擦伤 背部脊椎也有擦伤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其他伤 哇这个意思是说 太幸运了 然后我今天早上 八点 我看到我大儿子 怎么回来了 我说你干什么 我说我要带阿公去散步 去运动 因为我爸已经很老 本来自己骑脚踏车去运动 太老 没有力道了 昨天去荣总 去看医师 医师说 你要多运动 你那个才会健康 那个脚才会有力 他看我懒了 我看我大儿子 今天早上我傻了 我老婆说 怎么了 你要不要看一看 太阳是从哪边出来 因为他就带阿公去 就去运动两个小时 这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说 好像很难 就很难有这个改变 所以这让我蛮感动 非常感动 所以我想师兄的意思就是说 他自从入了中门以后 又发心的来当志工义工 当这个还很特殊 这个放烟火 是很辛苦 而且呢 那天好遇到雨很大 放的烟火 烟很多 后来第二次 这一次很漂亮 你看那个烟火放上去的时候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说 哇 你的勇气 带动了这么多的 这么美丽的光芒 给大家来欣赏 对 那时候 因为那个是半个小时 哇 比什么国际 那个跨年烟火 都还长 所以在放的时候 在当下 因为那个很震撼 当下我就觉得说 我们好渺小啊 而且我为什么那么胆小 你看来做个法工 你可以让很多人来看到 这么漂亮的烟火 参加这么殊胜的教门 所以不会 以后我还会去 还会去 一定会去 很难得 因为中门这么久了 我们放烟火 其实可以用手指头来数的 但是你今天可以当到这个法工 而且放烟火 从来没有做的 做的 有没有一边放一边许个愿 因为这样这种志工是很难得啊 有 我进这个中门 有一个观念有改变 以前刚开始我会祈求 我的事业更顺利 身体健康 后来觉得好像不对 因为师父 我们老师 园医老师一直讲 我们是一个立他的法门 是一个立他的法门 所以后来我会慢慢觉得说 我应该 在祈求的时候 不一样了 我会觉得说 我当然身体要健康 可是我想说 为回心圣教 做一些事 就是有时间就是来做法工 那经济能力许可 我就尽量的来做补师 这个不是说 就是 我以前会想说 自己做个公益功德 其实我想不对 就是说 我们就尽量做 因为有办法做 我们袁毅老师说的 加減做 比较有福气 所以我们常提到就是说 财师法师 无畏师 原本就是我们人 天生下来 具足的东西 当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可是在我们中门里面 每一位师兄都非常的发心 财师法师 那这义工的这些师兄世界 就是一种无畏师的布施 像我们现在鬼四年九九法会 十年才一次 刚刚好师兄 你也非常的幸运 很有福报 近来一年多 就遇到了这个盛大的十年一次的九九法会 内心有什么感想 真的是一言难尽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联会上的这个竹林 我老师一直跟我们讲 法生就是我们这个人生 报生 人生难求 我们好不容易有个人生生出来 父母给我们这么好 这么完整的人生出来 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 毕竟有我们这个肉身 这个人生 我们要修行也好 要做医工也好 要做法工 要布施 要什么 都很有能力 很有办法 可是在水珠林这方面 它就比较困难 所以我相信说 如果说大家都认同说 我们好好珍惜我们这个人生保 我们这个人生 好好去做补师 做奉献 做法工 做五位师 相信我们在做的 就是我们的友缘 朱林 我们的祖先 他们都会非常非常的高兴 所以我是要跟各位做报告 就是说人生真的难求 有这个人生 以后我们真的尽力去做 努力去做 全力以赴去做 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坛 总共来拜拜祭拜 有十七支的香 那这香呢 就是说我们都是在每个坛城的炉上 我们都有祭拜 也不分说 我自己只有祭拜了 只有连上 只有供养了这些 我们的地基祖 或者是只有我们的祖先而已 其实所有的 包括中华历代的祖先 这些眷龄的 这些我们都祭拜 所有所有都拜 终于要擦了十七支的香 所以我每次如果有空的时候 我来上香 我就觉得说 哇真的师父好慈悲 心量这么的大 他的大爱包含了这么多 真的是敏阳两立啊 所以我们跟随了师父 一直在做这些布施的这些功德 都是师父的威德力 老祖的威德力 给我们大家来修行的机会 对对 尤其我上一次有来烧这个文书 就是说为了长江大坝基 祈求能够平安这个文书 哇那次我们师父他宣布 说我们本来要送各七万两千部 结果就是天德经跟地母真经 结果都double都超过了 那时候我的感觉是说 虽然中国大陆 有这么多飞弹对着台湾 可是我们还不会去计较 我们这个法门太好 我们不会去计较 因为他们也是一个生灵 也是无辜的 如果长江大坝出问题 哇那死亡那个无可计数 所以我们这些中门 这些贤士同修 竟然有办法发行 送经文 送到超过我们师父交代 给我们的责任 这对我来讲我好感动 这是没有国界 这爱是没有国界的 所以真的很感谢师父 给我们这个机会 所以师父一直开始 其实我们说入了中门 就说不是只有学修 我们的一经心法 而且养载补卦 这些包括六十四卦 这些卦象而已 其实心法很重要 我们为什么要说 我们是世界和平的一个师父 是一个推手 主要原因就是说 我们其实带动所有的 这些我们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以我们的维新圣教来带头 让所有的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们是为了全世界能够和平而努力 而不是为了战争再努力的 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世界和平 那今天师兄 你今天是来当法工吗 也是打打菜了这一类的东西 可以介绍一下今天做些什么事吗 哎呦今天很不好意思 因为比较晚到 我觉得公司事情处理完再来 我今天来因为有看到师姐比较多 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我很好命 我不会煮菜 我只会买菜 我只会煮泡面 所以端盘子啊收盘子洗碗 对我来讲好像另外一个境界 所以我来今天来做 我才知道老婆很辛苦的 所以要好好的疼爱老婆 你虽然是很简单的事情 可是你天天做 所以我今天来是一方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说好 阿盖我在家里的时候 尽量去抢一些 也可以洗碗盘啊 甚至拖拖地端个碗盘也不错 是是是 我希望师兄的师姐 可以看到这一集 他看了一定满心欢喜 在这里学到了要怎么样呢 照顾太太知道太太的辛苦 是不是 是是是对对 这个太好了 这真的是太好了 因为我们我们叫师姐 另外一般我们叫师姐 哇这个称呼也太好了 我们现在都是用师兄师姐 对这个称呼很好 多了一层的关系 而这一层的关系 真的是不可说 不可说 他有智慧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 就是说访问师兄 可以让你呢 进入中门 虽然才一年多 贡献出你这么多 你学修的智慧 来分享给大家 我想你这样的有心 可以影响到 更多的师兄师姐 他呢可以欢迎大家来学一经 家里会更圆满哦 谢谢你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感恩 阿弥陀佛 谢谢 各位师兄师姐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师父 今天给我们开始说 我们义工真的是立人天 敏阳两届都受到了这个法义 但是义工的功劳不可没 因为每一次要完成 每一件的法义的时候 要有非常多的义工来参加 而我们的师兄师姐 大家都除了说 有一些已经退休在家里之外 自己有工作 自己有工厂 自己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也有上班的人员 担心他都会放下手边自己的工作 来参加这些志工的这些活动 所以我们现在这位师兄 他也是超级的志工 我们现在先请师兄 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师兄你好 我叫做永翰 郑永翰 那我是台中道产 目前是二十届的一个学员 这样子 师兄二十届 那现在就是已经在中门 有两年以上了 对两年以上 就是刚好两年 刚才我为什么跟大家说 他是超级的志工 我听说你是烟火大队 是不是 对 刚好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 然后参加了今年的三次的 放烟火的一个义工 那三次的烟火 这个很难得 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第一次是七月二十四 然后第二次是八月十五 就是中秋那一天 然后就是九九重阳 这三次的烟火都刚好有参与到 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这烟火不是普通人可以直接去放的 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开始的时候以为 想跟小学生一样放烟火 可是后来看到那个蛮大的阵仗 那我觉得其实在 我们是生力其境 然后感受到 整个烟火上面的一个震撼 这样子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也有感受到说 好像冥冥中就是 老祖的部分都有在帮我们 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烟火 来加持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健康 跟我们家庭的和乐 跟我们的事业的部分 所以就是在第一次参加完之后 就觉得说 因为刚好师傅也有说还有两次的机会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两次都要好好把握 排除万难就是都是要来参加这样子 你所谓的排除万难 我请问师兄你有在上班吗 有我在上班 做什么样的工作 是金融保险业的部分 是哦 对 这个非常的前卫 金融保险是现在最热门最夯的 那你做的这个工作的心得怎么样 做这个工作的心得就觉得 也蛮辛苦的啦 不过就觉得说还蛮自由的 是非常好 所以说你非常的聪明 因为把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 但是只要遇到我们中门有什么活动的时候 你都会半时间来这做技工 老鼠一定会加持你在你的工作事业上会更顺利的 没错 其实这个感受还蛮大的 就是在进入中门之前跟进入中门之后的一个变化 就是觉得自己感觉蛮深刻的啦 其实这招的一些客户朋友也觉得我改变蛮多的 是是是 所以说我们鬼四年九九法会 就是说虽然你进来中门两年啦 不过我们是每十年一次的这个 这个九九法会嘛 那你一定也是这一次第一次参加 那你看看九九法会跟我们的老祖圣诞的水路大法会 有什么不同的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其实那个3月25的水路大法会我自己也有参加 对 也几乎是每天都有来 对对对对 就是帮忙做这个义工的部分 那其实像这次的那个九九法会 我就是觉得说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 都是很殊胜对我来讲 我觉得都很殊胜 对就是既然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 就一定要来参加帮忙做义工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王产老祖圣诞水路大法会 只有七天 但是就是非常的殊胜 那九九法会呢顾名思义就是99天 所以说每十年才一次 今年是第三次 所以说99天其实要这么多的学员来参加 是有道理的 你自己来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因为呢说真的 我们要有很多的供菜 每天呢每天三餐都要换 而且呢就是说都不一样 那来自这边你总共来了几次了 来的就就法会来两次 是是是对 都是分配到的了 对刚好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 然后就来这样子做义工 所以我可以问你说你今年几岁吗 我今年二十七岁 二十七好你看吧 所以项米兰公年轻人都不喜欢入中门 我们这位师兄就是这样 第一条一再加在着自己的本身在 这些金融业工作之外 还呢来学习一经心法 一经风水妙法 要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 进一步呢还可以帮助他人 但是呢他现在又来做志工心得又这么多 应该像我们这一位年轻人 二十七岁的师兄看起 没有啦我是觉得刚好 缘分有姻缘有到 然后觉得就是有这个机会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 就是说就像这次九九法会 姻缘法会一样 因为是每十年一次 那其实十年前的我可能才十七岁吧 对那所以那时候 其实也还在爱玩的年纪 那觉得说因为这下次可能又是十年过后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次刚好 在我一个出社会 然后正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接触到九九法会 让我觉得说 他可以在我的 我的事业或是我工作在起步的当中 就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帮我一些帮忙 然后帮我打一些基础 我是觉得自己蛮开心的 真的很殊胜 妙法难闻啦 所以说我们今天进入维新圣教 真的是非常的殊胜 那么希望说藉由我们师兄呢 来呼吁大家就是说 大家欢迎来进入我们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来学习 易经风水妙法 来师兄来呼吁一下 这个中文呢 我觉得易经学风水 我觉得像老师或是说 师傅常常跟我们讲的 其实来这边最重要就是自己的 身体的健康 跟还有我们家庭的平安 我觉得家庭的和乐跟平安是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你唯有自己的本 把它顾好了 你要去发展些什么 我觉得才是更重要的这样子 那其实进来之后呢 我自己也感应蛮深刻 在我们自己的家庭 跟我们自己的家人方面呢 都蛮健康的 然后也都减少很多很多意外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进来这个中文呢 能最起码能帮助你在家庭的一个 和乐跟安康的部分 所以说一定要进来这个中文 来就一起学习这样子 所以也借由今天鬼四年的九九法会 感恩啊 所有我们来参与我们九九法会的 这些义工师兄师姐 大家真的非常的辛苦 也非常的感恩 也谢谢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raised房子生日 让你赴樫提前 为命令今日は幸福是umba ça 大家就叫arbeiten 其实跟我开心 爱意 在岑的 encuentra 那等也许 在岑 的事 就可以 managersetan 枉扮 哪 progression 我们就睿之 时间 垂 呢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